第三十題 當甲容易逐漸加入乙容易的過程中 關於燒杯中各離子數的變化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我們曉得我們的甲就是 是所謂的乙之濃度的氫氧化鈉 滴到下面我們的乙是未知濃度的鹽酸 所以呢 在下面的燒杯原來沒有所謂的氫氧化鈉 並沒有鈉離子 然後滴下去之後就會有鈉離子了 所以那裡的數目呢是會增加的 那麼同時呢 這底下的鹽酸的氯化氫這個氯離子呢 它本身並沒有參加作用 它一直保持它是氯離子的狀況 所以氯離子的數目呢是不變的 而底下的燒杯本來是我們的鹽酸 未知濃度的鹽酸 隨著我們的低力的進行 它會變得越來越不酸 朝向中性前進 所以呢它的氫子裡的濃度呢會所謂的減少 所以它的氫離子的數目呢是會變少的 因為它跟我們的氫氧根中和掉了 而原來的它變得比較減之後呢 就表示我們的氫氧根的數目呢會增加 你也可以把它想成我的氫氧化鈉 低下來增加了它的氫氧根 所以氫氧根的數目呢是會增加的 於是我們就看到了 我們的結果應該像我現在上面所顯示的一樣 所以第三十題問我們說 關於燒杯中各離子數的變化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 豬 納離子增加 氫氧根增加 氫離子減少 氯離子不變